这是今天福家俊第一次漏这么大的球 我问你这个球如果打进的话怎么办 五分 还没有别的路走了 你看那个六分像五五前阳阵一样被包在中间 反正不管三分还是五分 他要叫到然后把上一颗球吃掉 反正要把五分叫回来否则就不用打了 好的给他自己来个小过渡 先把五分吃到中间 上左手 好再把这颗球打完用五分叫下来 这个连接就产生了 对 那么好在这个黑球是有一个带开放 对 用两分 他是想用三分过度的 应该是用三分的 还是打三分还是可以回来 是 但是回到的那个点 然后你要重新看 好 不打了 不太好 9 扎进去 还是拉出来 出来吧应该是 总是想出来了 碰一下 没关系 厉害 撞到之后仍旧有向后的旋转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足够他叫到五分 黑球最左边的这个红球 如果不处理掉的话 总是一大麻烦 所以要赶紧叫到这颗球 拐头 下来看力道控制 可能要出了 碰一下 没关系 碰一下 电影碰不碰的开 好球 应该是一颗好球 这个那边的人是看得清 对 哦 没有 没有 没叫到这颗了 对 这颗可能黑球都有点挡 嗯 提上去 哦 一定要挡 不死心 有的 16 走了个反角 还可以 接下来怎么办呢 顶上方的红球 对 但是要顶粉球下方的左边半壳 嗯 漂亮 往里在这样的小球的处理上 呃 现在Hendry已经不行了 嗯 所以已经独步天下了 23 好 一动不动啊 是推上去把这个球 推掉 还是直接拉杆来做 直接拉杆做 哦 有球的 所以直接拉杆做就行了 没有靠得那么近 以后你这个球员问我一下 我肯定知道 嗯 他想干嘛 嗯 他鸡棒 他明天午饭想吃什么 Fish and Chips 哈哈哈 不要提这个 这个难吃的东西 挺好吃 我觉得不错 这是英国的 最有特色的这个 传统名字 哎呀 坏了 坏了 没有推法 39 薯条炸鱼 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野餐时 实在没东西吃了 弄一个烧烤炉 是吧 炸鱼挺好吃的 不太健康 据说很贵 是吧 还好 我在这个 克鲁西部剧院吃过一回 还好 哇 这个就是霸气 不让 到位 完美 你能告诉我炸的是什么鱼吗 好像是雪鱼 哦 挺高洁 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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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没推动 但是这个球很滑了 嗯 看上去没推动啊 嗯 感觉是 那个球好像带着内力的自己在滚 是 碰一碰下来 54 看Ronnie的球真的是很滑 先来打下方吗 嗯 他看看那个中带的球 他拉回去 他在看组合球 组合球怎么样 组合球正对带口啊 似乎 组合球已经看好了 61 再来仔细地看一下 看这个组合球是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的 很逼对的 那一下分 现在是领先了58分 相当的 换左手打 他是左手一杆右手一杆 77分 明天你对他进行专访的时候能不能问个问题 嗯 就是他是怎么决定用左右手的呢 嗯 他肯定跟你说random random 77分 他是随机的 78分 哎 相停不停就是能过 对 就正好 嗯 看看力道控制 真的滑 嗯 嗯 快滑到 83 过了一点 嗯 左手 刹车球 自然到位 还是左手 91 准 92 而且你看这个要位啊 嗯 还是左手 接一点带脚 让主球少走一点 99 打进 不破牌 99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相当的漂亮 1比1平 哦 格队3比0啊 没关系 Hendry Hendry可以反过来 哈哈哈哈 Hendry在自己的一门的比赛是0比4落后 结果是完成了5比4 我们很关心的梁文博对艾利卡德尔的比赛呢 两个人是打成了1比0 梁文博领先 在第二局呢 他仍旧是在进攻当中 嗯 马云内现在是1比0领先于Metho Stevens